我覺得這兩個男孩真的很有默契 剛才要不是因為他們兩個在台上 一直很MAN 很帥 我剛看他們第一首歌啊 勇敢飛上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你們兩個好適合在一起喔 有好多的動作啊 有沒有 有一點點小小的那個 煽情啊 比方說他從那個 你的胯下低麥克風 突然出現那一支重要的麥克風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當時在排表演的時候 想到這個動作的時候 自己也是非常的興奮 覺得很有趣 然後覺得 好像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是以前好像沒有這樣做過 這樣喔 我覺得還蠻有哏的 蠻苦的 然後後來兩個人還會互相對看一下 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們兩個被你發現了 所以你們兩個是真的在一起 算是前女友啦 已經分手了 我們算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其實私底下也是 OK 好啦 所以其實已經又好一陣子啊 就是沒有新的Janny作品推出了對不對 那剛才Cherry在底下有聽說 你們有打算今年要發新的專輯作品喔 對 我們9月16日就要發行我們的第二張全創作專輯 哇 真的 其實隔了快兩年多 然後這次我們自己當製作人 然後也都是自己創作 然後我們對這次的作品很有信心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而且小高也是台中人 那希望台中人相信可以多多支持 對啦 人父親土親嘛對不對 真的 這也是盛張了大概20年 真的 對 希望可以賣出20 2000張好不好 2000張喔 拜託 現場人大把賣 不要太小了啦 不是說現場這樣就要2000張 現場這樣就2000張是不是 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現在支持歌手不見得一定要買專輯 希望大家會唱我們的歌 然後喜歡我們的歌 其實這樣就很足夠了 對 其實我們啊 來電達靈啊 下載啊 還有YouTube點選MV啊 等等都是支持的方法 對 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我們Facebook的粉絲專頁 對 Facebook 就是大家在這個Facebook搜尋打Color COLOR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這個留言啊 看看我們的東西 跟我們互動一下 好 9月16才發專輯對不對 沒錯 那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嗎 就是這次的專輯 你們都有什麼樣的那個風格 跟過去之前第一張專輯有什麼不同 新的挑戰是什麼 除了自己當製作人 你覺得完美嗎 這麼機密的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 我們的團員還是兩個人 一個主唱一個其他 好 這是廢話 那其實我們這張專輯呢 一樣是十首歌曲 那都是我們的創作 而且這次一個很特別的 裡面有非常多的 已經這個上映過 或是正在上映 或是未來要上映的 偶像劇主題曲 哇 真的 其實這次還蠻特別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機會 演唱到這個主題曲的部分 對 上之前《皮子英雄》 對對對 那可能是算是唱出口碑來了吧 所以大家都還蠻喜歡找我們唱主題曲 剛好我的夥伴也是非常有才華 就是手道琴來 就是想要寫什麼就可以寫出來 那其實很多就是偶像劇 都很喜歡用品 可以這樣 OK 所以其實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應該也可以看 聽得到很多那種偶像劇的畫面 沒有問題 但是絕對沒有問題 好 OK 很期待啦 然後9月16號要發專輯 今天專輯發行之前 你們那個首播啊 歌曲的首播權 一定要給Heat FM電台好不好 那是一定要的 可以拜託讓我們首播嗎 一定一定 而且你知道多巧啊 我剛好前幾天 才在播那個 你們的勇敢飛翔這首歌曲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在想說 奇怪這一組 因為談到什麼時候 後來還會再發片 所以你結果想不到9月16號就發了 對 其實這張真的是拖了比較久的時間 但是我相信呢 太久了是不是 你好了嗎 等待的時間絕對跟那個專輯的 這個專輯的內容成正比 所以絕對讓大家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現場的朋友更幸運對不對 因為比在那個廣播電台裡頭 聽到那個首播的新歌 你們還要更搶先對不對 沒錯沒錯 你們今天要發表還沒有發行的專輯當中的新歌 對不對 沒錯沒錯 哇 很開心喔 現場的朋友 我們今天就當成是Color的這個試聽搶聽會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的 好 那所以來介紹一下這個 新歌歌曲的名字 你們要演唱哪一首 是 我們這次要演唱的歌曲呢 就是我的完美男人的偶像劇的主題曲 插曲 插曲 沒錯 那當這個男女主角感情不是很順暢的時候 那個DJ就會偷偷把這首歌吹掉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現在可以沉浸在一個 想像自己跟自己身邊的男女朋友 好像沒有這麼要好 心中好像隔了一點什麼距離的感覺 對 那其實你還是深愛著他 兩個人是互相喜歡的 OK 好 那我們掌聲再歡迎我們的Color 說給大家這首 我沒有你要的快樂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